他让人来找我 说他重病 想见我最后一面 我就偷偷地跟那个人去了 我见到他后 他立刻让人死死按住我 又写在我身上 画满了奇怪的符文 写干之后 他又让人将我保在柱子上 拿刀要挖我的心 他说 我心口里 有我亲生娘亲留给我保命的东西 只要有那东西在 我但凡受伤死亡 替我去死的就是他 他说 他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只要在我不死的时候 挖出那个东西 他就不用替我死了 然后呢 然后 他就将我的心挖出来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死 我看到他 捧着我的心疯狂大笑 然后吩咐人 将我扔到一群乱民中 他们 他们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听他的话 让我身上的手 一遍遍消下来 住着吃掉了 乖 这只是一个梦 梦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是假的 都是我这个父亲不好 使我不够关心唐元 竟然不知道小小年纪的唐元 曾经做了这么荒诞可怕的梦 如果儿子没有这么懂事就好了 如果儿子跟别家孩子一样任性胡闹就好了 至少在做这种可怕的梦的时候 傻子不会一个人熬着 他能哭出来 闹出来 让人知晓他的恐惧和不安 嗯 我知道是假的 因为梦里那个娘亲说 我心口里 有亲生娘亲留给我保命的东西 既然他说到了 我亲生娘亲 那他肯定就不是我亲生娘亲 他肯定是鬼 是妖怪 是跟娘亲长得一样的人 他不是我的娘亲 虽然我知道梦里伤害我那个肯定不是娘亲 可是刚刚突然听到娘亲要拿我的血 我就忍不住害怕 我怕梦里的事情是真的 相信父亲 那不是真的 你看 你这里什么伤口都没有 娘亲怎么会把保命的东西留在你心口里 哪有什么保命的东西 能让别人代替你 承受伤害和死亡 没有这么奇怪的事 你看 你前两天锻炼时摔了一跤 不是你自己皮皮疼吗 你的痛苦 并没有别人替你分 难道 当时汤圆的性命垂危 是将病痛转嫁到了长公主身上 才得以活命 这么说起来的话 当年只是的确有些可疑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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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想什么 父亲在想 既然他害咱们汤圆做了这么可怕的梦 那咱们以后 不让他来见汤圆了好不好 汤圆 你什么时候做的那个梦 就是他跑去宝华寺 见我们之前的那三天 以后做了噩梦 一定要告诉父亲 不许再一个人憋着 知道吗 嗯 其实 我准备告诉父亲的 可是那天 他突然来宝华寺见我们了 还说要对我很好很好 我就 我就偷偷隐瞒了这个梦 不想告诉父亲 父亲原本就很讨厌他了 我要是告诉了父亲这个梦 父亲就会更讨厌他 不会再让他来找我 再说了 见到他的当天晚上 我就没有再做噩梦了 所以就一直没有告诉父亲 如果汤圆的梦 是将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如果这一切 是汤圆遇见的真实未来 那么 这世上岂不是 真有两个级无双 如果真是这样 那现在住在郡主府里这个 究竟是真的 还是假的 汤圆刚刚出生时 那位长公主 是很爱汤圆的 现在看来 莫非出月子的长公主 就已经不是 汤圆的亲生娘亲了 那么 这三年里 那个嚣张跋扈的长公主 也未必是汤圆的亲生娘亲 而这两人突然对汤圆好 性格与以往 判若两人的级无双 才是汤圆的亲生娘亲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如果五年前 我以为只是一场梦的一件事 是真实发生过的 那么 汤圆极有可能 是我的亲生骨肉 张儿 汤圆 你真的是父亲的亲生儿子吗 你知道吗 这几年父亲越是爱你 疼你 内心深处 就越是遗憾 为什么你不是父亲的孩子 为什么父亲不能拥有 你这乖巧可爱的宝宝 结果 你竟然真的是父亲的孩子吗 现在想来 那个时候真正的长公主 就已经莫名失踪了 被诊断出怀孕的人 就已经是汤圆的娘了吧 从汤圆娘出现 到汤圆的娘生了孩子消失 漫长十月里 真正的长公主 人去了哪里 为什么后来真正长公主回来 而汤圆娘又突然失踪了 直到几天前才回来 以及现在 真正的长公主 人在何处 是死了 还是被藏起来了 汤圆 你一定是父亲的亲生骨肉 她是我孩子的母亲 是我的女人